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結束訪美行程 昨天舉行記者會表示 要爭取國民黨提名 參與二零二四總統大選 並對於在四年前離開國民黨的事情 鞠躬道歉 同時他也提到了 如果國民黨在最後決定要提名 新北市長侯友宜 她會全力支持 為四年前離開國民黨鞠躬道歉 郭台銘結束八天的科技經濟開拓之旅 訪美行程回到臺灣 他宣布要爭取國民黨提名 參選二零二四總統大選 我願意全力爭取 國民黨的提名 與賴清德副總統來一場 君子之爭 臺灣的避戰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 化解美中對抗 第二 不能讓民進黨執政 郭台銘表示 如果獲得國民黨徵召 會團結所有非綠陣營贏得二零二四大選 但如果最後國民黨決定提名侯友宜也會全力支持 對於郭台銘表態參與國民黨二零二四總統大選 徵召民調 國民黨中央回應 未來將竭盡所能 團結全民 凝聚所有支持中華民國 支持臺灣安全繁榮 支持區域和平的力量 創造臺灣遠離戰爭的美好未來 記者綜合報導